消防人员全副武装在除油槽内 出动破坏工具因为有工人受困在里面 但经过一夜抢救后 虽然人被救出来了 但最终还是不致身亡 这起公安意外就发生在 1号下午2点39分高雄勤政区的 李长荣化工厂 当时有5名工人在清洗3米高的油槽 没想到槽壁脚油块突然崩落 加上雇主没有装设党装和护网 才因此酿成意外 4名工人当下紧急逃离 但48岁的无性工人却惨遭活埋受困 被救出时已经伤重不治 第一线消防和特搜人员抵达现场后 发现直径约10公尺高10公尺的油槽污泥 整片塌了下来 现场塌陷处还相当狭小 只能容纳一个人 而且加上现场通风不良救人不易 只能先让第一线的搜救人员 带着呼吸器进入 那雇主违反了职业安全卫生法第6条 第一项的规定 我们以热令现场停工 最高可数新台币30万元的罚还 对此李长荣化工发声明回应 出油超市油成租户委托清洁公司 进行清洁作业时发生意外 事前已进行评估作业 并且确保施工品质及安全措施 李长荣化工也配合主管机关 第一时间积极抢救及事故调查 意外发生后消防人员跟时间赛跑 历经12个小时救援终于在2号凌晨2点31分 将受困的无性工人给救出 但不幸的是他早已经明显死亡 最后还是晚了一步 至于详细的事故原因 警消人持续深入调查中 进行文洪瑞李谢嘉玲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进行文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